秒开有管配战,就用西部时间,WWW's World。常规赛倒数第二场,绝今击败灰熊,锁定季后赛席位,所以,收关战对阵呼人,马龙教练,给约基奇,巴顿,哥登,几位主力,以每日观察商并没有,放了一天假。 打本里德,因此得到了很多出场时间,场军上场14分钟的他,这回打了29.5分钟,而且表现不俗,得到14分,三篮板,四柱攻一抢断,以及N个回合,无法表现,在数据上的漂亮防守,包括一些完美鞋防和补位。 他在场上拼劲十足,富有激情,从他来到绝今的第一天开始就这样,贯穿始终,这一把依然如此,哪怕这是他在本赛季的最后一场球,也要打好每一个回合。 是的,非常可惜,常规在一结束,这位集聚职业素养,和精湛防守技巧的顾佣丁,就要收拾铺盖卷,离开丹佛了。 为什么要走?绝今,不是已经打紧记后赛了吗? 是的,绝今打紧记后赛了,可是,接下来的比赛,与达恩里德无关了,因为NDA有一道规定。 直接把他卡死在记后赛的门外,双向合同球员,没资格参加记后赛。 达恩里德,从来没打过记后赛,他很想打记后赛,可是没办法,这是老憋的屁股,规定。 这个规定,是怎么来的呢? 双向合同,起源于2017-18赛季,这一合同条款的出台,令无数边缘球员,比如乐选秀,或者小联盟,或者海外联盟的球员欢欣。